今天来个猪蹄 家人们老板说切的话 下面这个猪蹄是17已经 上面那个蹄棒是12 我就要这个猪蹄就行 17就17 猪蹄 你问名是不是叫猪蹄 先给它烧一下腿毛 腿毛烧干净之后就刀一刀 还得是杀猪刀厉害呀 就我家里那把刀把灶台砸坏了 猪蹄都不一定能切开呀 切好了之后咱们就回家把它洗一洗 今天我要做一个红烧猪蹄 咱们先把它焯一下水 来点料酒 焯水焯好了之后咱就用热水把它葱一葱 然后在道路提前准备好的热水锅里面 网上的大厨说得用热水锅 咱也不知道为什么 咱们就照着跟它做就行呗 对吧 再来点姜片 香叶 八角 树皮 再来点酱油 弄几粒冰糖一丝一下 再来上一坨豆瓣酱 然后盖盖开始煮哈 这个煮的时间比较久 咱们弄点其他的 切个酱洗个蒜 切一切之后大概过一个小时 咱们揭盖看看 试一下试一下看到烂了没有 我拿个筷子把它剂一下 烂了没有 夹不动夹不动 咱们还得开始还得煮 还得煮再煮半个小时试试吧 盖盖盖盖 这个时候我再准备一点青红尖椒 把它切一切 大概过半个小时 咱们再揭盖看一看 好看看看看 还是用筷子把它剂一下哈 烂了没有烂了没有 哎哎哎烂了烂了 你们看哎烂了烂了 这下好咱们把它省起来哈 省起来放在一边备用 接下咱们起锅烧油 放入姜和蒜 还有青红尖椒 巴拉巴拉几下炒出香味 咱们加入猪体 然后一起翻炒 翻炒几下之后咱们就加盐 难得 再把调料翻匀一点翻匀一点 哎这个锅看得有点干了呀 不要紧不要紧 咱们加入刚才煮猪体的汤汁 汤汁好浓啊 哎接下来的任务咱们就是把汤汁收干 哎呀好香啊家人们 看看看看看这个猪体很Q弹呐 是不是很Q弹呐 哎呀真是想不到贼此的猪体这么好看呐 我来再找一块把它积一下看看 看烂了没 哎这么这么这么滑吗 这么滑吗 这下又很爽滑呀 除了Q弹还很爽滑 哎接下哎哎更烂了 真的这要做到入口即化了吗 哎呀好了好了 咱们加蒜苗 好再把这个蒜苗翻一下翻炒一下之后 咱们就起锅 装盘啦装盘啦 看看看看我再夹一块给你们看看哈 一个字肥两个字又肥又烂 哎呀哎这叫吃一口整一个爽字了得呀 这吃掉这一盘你能长上两斤肉啊 家人们看看我今天做的这个红烧猪蹄 怎么样呢家人们 嗯嗯 tahu